看看新闻榜 演台演员之间展开 而蒋文丽 宋丹丹 海青 陈述 以及白百合将决逐最佳女演员 又评委表示 今年入围电视剧的质量一般 略显平庸 大剧 让我们耳目一新 震撼人心 代表着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 还是少而又少 我们还是希望 在今后的创作当中 有更多这样的 代表我们中华 中华民族 代表我们一个国家的 在电视电影 迷你剧单元 入围的十一部作品中 没有一部是中国的 而在动画片单元 虽然有六部中国作品入围 但是评委感到 这些作品与另外三部 国外动画片相比 存在不小的差距 这种动画片在国外里头 不算顶级的 但是也非常非常好的 那么后来我感触就非常深 那么我们中国 在做第一位儿童的时候 就是我觉得 没有达到这种水准 本届电视节 共有四十八部作品 争夺二十三项白玉兰大奖 所有奖项将在今晚揭晓 东方卫视记者周莹 上海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